我的环境很容易找到樂趣 就是跟學生溝通多一點 很多人跟你聊天 我還以為做老師的樂趣是罵學生 這是其中一個樂趣 大家好 歡迎收看廢點節目 廢青Live&Live 我是來自星友德堂的HiSUN 我是做金融學業的 那大家自己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來自聖方濟國堂的Sabina 我現在就在中學教書 我是來自聖業理論堂的Elaine 現在是幼稚園的Admin 我是來自聖方濟國堂的麥英健神父 好 剛剛我們都說過自己做什麼職業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們今天的主題 就是這個職場的試練 因為我們有一個熱身題 你們覺得工作是為了工資 還是為了滿足感 大家 我覺得兩樣都需要的 因為如果你有工資很高也好 但是如果你的工作是沒有成就感的 其實你做下去也不會做得長 因為你個人的感覺會很辛苦 但是反過來 但是當你人工太低的時候 但是在日常生活也未必能夠應付到 所以我覺得兩樣都重要 就是拿一個平衡 我自己都覺得是兩樣都要有平衡的 但是如果說要特意比較的話 在一個人工能夠令到自己生活的基礎底下 我自己會選擇可能是滿足感 就是自己開不開心呢 做得是否自己喜歡的範疇呢 這樣去選擇會比較多些 但是當然就是人工要能夠生活正常 做不到這樣 為我呢 就反過來看階段 因為最初真的你生活的時候 人工很低 那你真的人工要生活到才行 但是慢慢當你真的某些行業的時候 你可能會有一些專業資格 當時你就不是單止是份人工 那個滿足感很重要 要不然即使你人工很高 但是沒有時間去平衡 享受生活也不行 對 我也跟莫神輝有點相似 我覺得是看階段和看職業 即是我也認識一些朋友 可能他們做一些藝術相關的 或者音樂相關的 可能一開始那個人工真的很高 但是他們的滿足感都很大 但是照著有多些經驗 或者有多些名氣 人工就會升 不過我也是覺得是要平衡的 所以人工高也不一定是代表有成就 但是不要太低 我想我們的看法是 剛剛說過 上班當然是為了一份人工 其中一部分 沒理由說不為錢 但是包括為了錢 那你們覺得上班是為了什麼呢? 對 就是為了生活 賺錢 但是 我也有跟朋友聊過 他們是 可能真的會為了 好像你的朋友 音樂 一些藝術上面 他們都會為了自己的夢想 目標去發展 對 我自己就覺得 就是 怎樣都要上班 怎樣都要生活 那我就 好像剛才這樣說 會選擇一些開心一點 還有 生活和工作要平衡 就不能 工作是佔全個人生 這樣 反過來 我會覺得 以前讀書的時候 有些同學都是為了夢想 因為 我以前讀書是讀公司秘書 有些同學讀完書 真的去尋找他的方向 其實某程度上 那個路程 其實都是尋找一個夢想 所以 你說找工作 當然麵包都很重要 但是為他們看得遠一點 就是怎樣去完成他們的夢想呢? 有些同學 因為我之前讀設計 其實我的同學 大家都知道 在香港讀設計出來 很多人都說 做得很辛苦 工事很長 但薪金也沒有人太高 但他們都會 願意繼續做 因為他們本身都喜歡這件事 就是 他們願意承受那個辛苦 要是他們在辛苦裏面找到那個喜悅 我就覺得 我當然 是原同剛剛大家所說 可能是 要有一個生活的平衡 然後 支撐自己的生活 然後 帶來滿足感、興趣 不過 如果我自己 我就想 可能一方面 對於自己的個人成長 對於自己的成長 都是很重要的 就是 好像 我現在的工作的時候 可能 要跟一些 大過的 很多的人 去溝通 甚至乎不是溝通 甚至乎 要有一些 角力 可能就是 我覺得這個是為我一個成長來的 而這件事我覺得是很有趣的 又或者 我雖然說 我做這個金融 就是這個萬惡的淺錢 但是 在這個萬惡的淺錢之中 其實我又這樣看的 就是 你這個社會 你不能失去這個萬惡的淺錢 就是 大家要用銀行 大家要用信用卡 然後 我們今天在這裡開這個節目 然後可能這裡要有保險之類 那你不可以失去這個金融行業 所以我就覺得 是有一個 為 社會也好 或者為人 可以帶到一些 正面價值的角度 我當我想起這件事的時候 我就覺得 那我做些事都有意義 或者至少我做好我眼前的事 都 我計算好前面那條數 不是沒有意義的 那你們又怎樣看 就是上班 在香港 特別香港可能 很多勞役的上班 那你們又認不認同這件事 你們又怎樣看 這一個 是的 工作的辛苦 這樣呢 我也認同 因為 我以前 就是讀 公司秘書 就是很自然地 有些 亡仔可能都在相關的 就是 那些 那些 big firm 去做事 那也都有一些 是 他讀會計的 或者是 讀audit的 就是 就是 剛才所說的那些工時場 就是 下班可能是 12點已經算早了 有些 就是 第二天早又很早又要上班 那 再加上 如果是 audit的高峰期的時候 更加 出 job 更加會忙碌 辛苦 所以 你說 是真的辛苦 看到他們 還要考會事 還要有限的時間 那 所以 怎樣突破 好看他們 是不是有一個 站得穩 還有他們那個 夢想 就是說 如果我真的希望 成為一個專業 有一個專業資格的時候 那他就要 真的很拼命 看到他們 又上班 之後又 然後再加上讀書 還要做功課 真的 我想 如果不是那份的毅力 都挺難受得到 對 面對著工作的困難 是我們真的要想一些事情 去怎樣突破 就是這個工作的困難 那不如 你們也分享一下 在一個學校的環境 你又怎樣 有這些困難 又怎樣突破這些事情 我就覺得 因為我始終工作的環境 是學校 中小學 我也做過的 但是我就覺得 在學校裡面工作 其實相對 就是比起一些 可能會計 商業那邊的 或者設計那邊的行業 我覺得相對 工時一定沒有那麼長的 因為始終學校會 要關門 他會趕老師走的 所以其實我們那個 OT的時間 就未必說 去到 overnight 那麼誇張 但是當然 都會有他辛苦的地方 是 包括什麼呢 因為始終 老師 不停都要對學生 對家長 其實都會面對很多困難 但是我覺得 要在工作裡面 找樂趣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覺得 工作裡面沒有樂趣 你會很辛苦 但是怎樣 在我的環境 很容易找到樂趣 就是跟學生溝通多些 跟他們聊聊天 了解一下他們 當他們是朋友 相處 其實你會覺得 身邊有很多朋友 很多人跟你聊聊天 我還以為 做老師的樂趣 是罵學生 這是其中一個樂趣 哈哈哈哈 還有我覺得 當時我們都會OT 包括怎樣 我接下來 我學校 要帶攝影 跟學生去縮營 其實這個 對我來說 都是一個OT 但是我覺得 其實這個OT 雖然工作時間長了 工作環境又不同了 又要照顧他們 但是 其實我覺得 始終我自己都很喜歡 跟學生相處 我喜歡跟他們玩 其實我會試這個 跟他們出去玩 給他們一個相處的機會 視之為一個 學習和學生相處的機會 這樣轉一轉的想法 就會覺得沒那麼辛苦 我也覺得 雖然一些工種需要OT 但是其實 如果當中你的工作 是有樂趣的話 其實都不是太介意的 因為其實我之前 是有做過物流 一些打單元 其實真的每一天 都有很多單要打 變成OT的時候 其實都很沉悶 但是轉了之後 有一份是 Play Group的Admin 其實都需要OT 因為 日初 真的 Office Hour的時候 就會招呼家長 BB 但是 去到真正 收了工的時候 才可以做到自己 Admin 應該要做一些文件 那些 但是 在工作 真正 Office Hour的時候 你會遇到家長 有些很友善的家長 有些很可愛的BB 其實你的工作 都是很開心的 雖然可能之後 會有OT 但是相對地 做自己喜歡做的工作 和一些比較沉悶的工作 都會有那個對比 就是這樣 但是家長 能不能頂人 那 什麼人都有的 當然是有些 很好的家長 也有些 很多 因為我之前做Play Group 他們可能都是 人生第一次做家長 所以 都會有不同的問題 這樣 這個樂趣 或者意義 都好 令到我們怎樣看我們職場的環境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我們職場 就是很辛苦 打擊我很多 這樣 是一個地獄 但是 現在 教會他們會聽到一些聲音 我們要聖化工作 這樣 那究竟是什麼 那你們又怎樣看 為我看 其實你任何環境 任何工作 都可能你會見到天使 見到魔鬼 就是見到好的 不好的 那 因為始終不同人 在同一個環境裡面 就是社會的屬形 但是 當 你和你合作的人 就是 例如我講回 我以前合作的老師 或者是主任 他很支持 他那份支持就是 他很信任你 就是 你跟他講 有些事 有這些物資上的需要 或者是有些 可能行政上的安排 那他幫你受 在這份信任當中 你又會看到 其實 都是天主派的天使 讓這件事得以成就 當然 你說 有沒有人會令到你灰心 也一定會有 但是 兩種都有 但是很重要的就是 在過程當中 怎樣 不要只看一些不開心的事 同樣在這些困難當中 和別人的接觸當中 怎樣 去把那份的希望 甚至把信仰和他分享 那我想 這個也是 當時是做蒙民助理的 就是一個體會 是 我也覺得 有時候 在工作的過程中 你會遇到很多 小天使 有時候 可能是小魔怪 那天使 通常 一般都很少天使 在工作上 那 例如我自己 學校的那個 副校 其實他是一個 很厲害的人 在他身上 可以學習到 很多 跟天主有關的 一些道理 一些智慧 所以其實 好像你剛才說 可能都想做些事情 他沒有negative comment 我就已經覺得 很好 所以我有時候 他很熟悉 中構方面的事情 的時候 我交給他 很緊張 很怕會有什麼問題 但是一過程 就 幸好 沒事 之後 可能可以討論 或者聚會 其實都會聽到他的分享 所以他可以在 不同的同事身上 學習到很多事情 是啊 我覺得也是 你工作的環境 你周圍的同事 是一個怎樣的人 是很重要的 甚至乎 你在同事身上 看到這個環境 很舒服 或者很重要 就好像我這樣 雖然我在這個 錢錢裡面工作 但是 其實那些人都不是說 全部都是很差的 就好像 我可以分享一個故事 就是 話說我剛剛去世青 那 是和最後幾位 那 我就要 遲一個月才可以 回我的新工作 那 然後 但是 我去到 新的公司的時候 有同事 就問起我 為什麼你會 遲一個月上班 然後 我就 你問到我 我也不怕說 剛剛那月 我去了世青 去了葡萄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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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一個同事發現原來他也是 是 這樣 這樣 他之後還送了一個 John Paul II的聖讀卡 給我 是他以前 在羅馬 不知聖八刀大典辦告解的時候 有神父給我 很大疊 我覺得 在這個時候 看到 一些小天使 是很開心的 但是當然 都不一定 職場 是充滿小天使的 那 我覺得 有一個 我不知道 學校環境 我相信都有的 但是 可能你在職場的時候 就會 有些同事就是 有少少做有36 不做有36 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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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做自己工作範圍以內 其他事情 完全不在乎 那樣 那其實 就是這個 某程度上 是 我覺得 為我又不是 但是我覺得為他們來說 這個地方就是地獄 你在你的工作地方 找不到 passion 就是 你回來 只是為了鬥份人工 然後其他事情 我下班要準時離開 或者我的OT 很不開心 那樣 但是 我覺得 那我們 我們怎樣 將這個 上班 這件事 成勝 或者做好一點 不要說成勝 做好一點 可能就是 自己找到一個 自己可以 stay positive 的理由 然後嘗試堅持 去 stay positive 這樣 這個也是某程度上 是我的職場求生之道 就是 你上班 儘量 stay positive 不要那麼消極 如果不是 我現在23歲 六十歲退休 難道做 37年 這樣消極的人 不行的 你們又覺得 你們的職場求生之道 是什麼 我覺得 求生之道 只有一句說話 就是 做好自己的本分 不要令別人 多做 work 不要讓別人幫你 你做好自己 應該要做的事情 就夠了 因為很多時候 我也知道 有些人 可能他怕做錯 所以就越做越少 然後別人就會 看不到他發光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 是要提醒自己 做好要做的事情 不要做多 因為的確做多 有機會是錯的 所以就要 努力一點 做好自己的本分 不要理太多 做不關你工作的事情 遠離那些魔鬼 遠離那些不關你事的人 做好自己 例如有什麼時候 會有那些魔鬼 例如有些什麼 有些工作 有些人在那裡聊 八卦的事情 你不要過去聽 你過去聽 那些人就會覺得 你也是那些 掛著聊天不做事的 避開 避開 我自己就因為 我是admin 就變了 就是各種事情 都關自己的事 所以可能我自己會覺得 人際關係 在我自己工作上面 是很需要 調節得好的一件事 對每一個parties 我都要是 有尊重 互相合作的一個機會 所以對於我來說 人際關係 是要做得最好 當然 剛才你說 做好自己的本分 我也是有一個概念 就是不要害到別人 不要搞到別人 要撿手尾 其實就是 做好自己 剛剛Savina說到 關於歌詞的事情 其實我也很有同感 就是 如果你說我上班 當然跟同事有一個好好的關係 一起吃飯 一起說一下自己平日的生活 興趣 很開心 但是有一件事 我真的會不說 當他們說到的時候 我就 我比較 我有一個advantage 就是 我喜歡提書 我經常都會戴著一本ebook 在身的 我長時間都拿著一本ebook 如果有些事情 我很有興趣想聊的時候 我就拿著一本ebook 跟你繼續聊天 但是當有些事情 我不想聊的時候 我就可以一起去看書 其中一個很好的時間 我可以去看書 就是當他們開始說 歌詞 說是非的時候 我就會 我怕聽不到 對,怕聽不到 就算 如果我想轉ybook 我就會 這個位置挺有趣的 你看這裡 是這個楊過和小龍女 他們說挺有趣的 你們呢 你們有沒有覺得 辦公室裡面 我們不可以說 有些禁忌不可以說的 會的 因為我做admin 變成是夾在中間的 即是上司 還有 是我做學校 校長 訂了下來的東西 可能未必要 讓老師知道 但老師可能跟你很友善 如果問你 透露點來聽聽 預備定 不要做錯 但是我們的職責就是 不可以這樣去 不可以為了 討好某一方 然後去做一些 違反自己職責的事情 剛剛出來做事 有沒有減少了大家 或者 可能大家 我是剛剛出來做事的 我不知道 喂 喂 對啊 什麼意思 但是 有沒有令到大家 回到職責 沒有 因為我 我和你一樣 都是 禮拜日 是不用上班的 一些工種 其實這個相對 就比較少影響 因為我們不是一些 on shift 的工作 所以其實 相對影響 沒有那麼大 不過我也相信 有很多朋友 就算本身 從小到大回教堂 但也可能因為工作關係 星期日 是沒有辦法可以 或是星期六晚上都沒有辦法去提前尼莎 這樣 那就相對少了參與教會的活動 有啊 有些青年都說 因為他讀醫護 那些 即是星期六日他要 不論實習好 或者真的工作也好 那我反過來鼓勵他 沒辦法了 你工作 或者你實習 你放假的時候 去平日尼莎 當然 去到當然最好 但都明白 天主也會很亮解 我也是屬於那些幸運的一群 即是 都 星期六日不用在OT 所以我覺得 不會影響到我回家尼莎 但我覺得某程度上 是有幫助的 即是在我聖堂的一些服務 那因為呢 即是你上班 可能跟多了長輩說話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教會是有很多長輩的 那這樣呢 你就可以 我不知道是因為他們覺得 我開始上班我長大了 還是 我真的長大了 可以定一點跟他們說話 是真的定了 跟他們說話 而我覺得是上班有幫助的 又或者跟小時候 那就可以說一下 一些 因為他們早晚都要上班 那就可以跟他們說一下 一些真實自己的經驗 那又可以開到話題 又是青年木雲 你說小時候 我第一次想到那些小朋友 跟他們說工作 我不是來講青年 就是這樣說 以我來說 因為你來講 我就是小時候 你繼續說 你學校有很多青年 不是 我想說的是 你剛剛想一想 我不是減少 我還多了 因為呢 我會想 之前還沒教書的時候 但我都想 預計之後會教 我也想多一些教學的經驗 或者說話的技巧 講書的技巧 所以我也找回以前主有學的 那些導師就說 我想幫忙教書 幫忙教主有學 所以其實 現在我是多了這個 聖堂裡面的服務 所以其實 都會看個人的選擇 可能有些人會少了 例如我的例子就多了 再多了一份工作 本身都已經有不少的職務 再多一點 我自己回顧回 我初初做事的時候 因為我的印象就是 其實我中學的時候 都有幫忙主日學 做小導師 那些 但是我現在這樣想起來 好像是 剛剛出來做事的時候 就開始斷了 沒有教主日學 但是 當然主日 尼撒也有回 但是 相對地 可能初初出來 做事那個 時間 不太適應 或者覺得很辛苦 那就是 有些服務減少了 但是 現在已經 多年的經驗 所以 那些服務 都可以做多些 時間都分配得好些 那現在有沒有教主日學 有啊 那好吧 哇 你們兩個都很好啊 你要努力啊 你要努力啊 好啊 我再算啦 好啦 那時間差不多了 坐在這個 螢幕前面的你 無論你是 躺在梳化看也好 在公司office 就是偷懶的時候看也好 或者在這個深宵 還在office也好 那我們最重要 要記得 這個 CLSS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廢點這個頻道 那我們之後再見啦 拜拜